農邦馬乘坐專機展開泰國、緬甸和柬埔寨的訪問行程 下午抵達泰國首都曼谷 匯合總理希拉利、拜會泰王普密房和總理英陸 分析指 農邦馬希望加強兩國戰略同盟關係 並有意拉攏泰國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但考慮到部分條款限制泰國產品出口 預計暫時不會加入 農邦馬星期一轉到緬甸陽光訪問 是首位坐任美國總統到訪 只是短暫逗留6小時 跟總統吳登勝 以及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會面 鼓勵推動民主改革 改善人權狀況 有分析認為 緬甸被孤立期間 中國在當地影響力不斷擴大 美國最高層官員到訪 相信是要削減和制衡中國對緬甸的影響 澳巴馬星期二會出席在柬埔寨 金邊舉行的東盟峰會和領導人會議 將發表演說和展述政策 還會分別跟中國總理溫家寶 及日本首相野田嘉賢會面 分析認為 華府急需處理財政懸崖 和以巴衝突等議題 澳巴馬暫時不會插手釣魚島爭議 對於澳巴馬連任之後 首次外訪就鎖定亞洲 分析認為 在延續戰略中心東議 加強美國在東亞太地區的影響力 相對述弱中國的影響力 澳巴馬起程之前 致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 表示真是和胡錦濤 一起為建設中美合作夥伴關係 所作的共同努力 會繼續發展兩國關係 建設有利於兩國人民 促進地區和全球和平 與繁榮的合作夥伴關係